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 欢迎收看今天5月1号的凤凰美中新闻让我们先来关注 美联储1号在年内第三次议席会议后宣布维持基准利率不变 符合市场预期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就表示 联储没有看到加息或者是降息的很大可能性 现在正在考虑向更长时间到期的资产倾斜 并表示低通胀是暂时的 预计未来会回升 美联储在两天议席会议后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 在2.25%至2.5%不变 而自2015年12月启动本轮加息周期以来 美联储共加息9次 每次25个基点 美联储决定下调超额准备金率至2.35% 此前为2.4% 符合市场预期 这是美联储一年内第三次调整超额准备金率 美联储表示 自三月会议以来 劳动力市场保持强劲 经济活动以稳健速度增长 近几个月平均就业增长稳健 失业率仍处于低位 第一季度家庭支出和商业固定投资放缓 同比来看整体通胀 及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通胀有所下跌 并低于2% 总的来说 最近几个月基于市场的通胀补偿指标 持续处在低位 基于调查的长期通胀预期指标 几乎没有变化 在被问及美国和中国 日本欧盟等贸易伙伴的贸易谈判 将对美国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时 鲍威尔表示 减少不确定性将有利于商业信息 但险效仍需时日 不会立竿见影 凤凰卫视王佑佑 陈介元 华盛顿报道 加州州务卿帕迪拉30号 走访湾区詹姆斯利克高中 鼓励学生参与2020春季总统初选投票 这也是州务卿帕迪拉4月在全州展开高中选民教育的最后一站 圣塔克拉拉县议员查维斯等人都到场 鼓励临近18岁拥有美国公民身份的高中生 预约登记 因为2014年时任州长布朗曾经签署一项法案 公民年满16岁时 可以通过加州选民登记资料库进行预登记 帕迪拉表示 年轻人代表下一代活跃有见地积极投入的选民 他同时还鼓励学生们参加每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 而2020年的人口普查也关系到加州的未来 去年帕迪拉推出一个高中门户网站 包括了预登记组织学生模拟选举 和提供学生投票工作人员资讯 网站可浏览屏幕上方官网查询 方航卫视刘海平湾区报道 休斯顿举行2019世界之星中华武术锦标赛 及第六届红武杰出青年奖学金颁奖典礼 为了推广传统中华文化的发展和交流 让更多练武之人一展身手 休斯顿举办了世界之星中华武术锦标赛 即2019红武杰出青年奖学金颁奖典礼活动 在三天的活动中 除了武术锦标赛与各家武术表演奖席外 还颁发了锦标赛冠亚季军和优胜者奖牌 同时还颁发了红武杰出青年奖学金奖 锦标赛是由各地师生表演不同门派的武术 集合防身健身养生和娱乐等多功能融于一体 近百个项目包括外加内加传统武术 现代竞技武术对打和推手 看着这些孩子们不断地成长 优秀的表现 我们所有的师父们都非常的欣慰 同时在星期天我们也颁发我们的红武杰出青年奖学金 鼓励那些在学的学子们能够坚持有恒心有毅力的练武术 休斯敦红武协会创立于1985年 为发扬中华传统武术文化 以讲座 武术研讨会与国术观摩 比赛等多元方式 为各族裔习武之人交流切磋大建平台 从2014年起颁发红武杰出奖学金 鼓励有恒心有毅力文武优秀 学习武术的青年海外华裔子弟 了解中华武术博大精深 在海外推广中华文武道德传统理念 特约记者汉文玉为修孙报道 加拿大卑西省儿童医院基金会和华裔社群宣布 将正式启动名为母爱药童心和爱心大行动的两场春夏爱心筹款活动 通过打造更多最先进的康复环境 向更多被施省的病童的治疗 此次名为母爱药童心的慈善茶具 亲母亲节筹款活动 将于5月12日在温哥华市中心举行 所拟定筹集的30万家元目标善款 将支持省内唯一的儿童康复中心 被施儿童医院附属阳光山 儿童健康中心的更新改善计划 我们知道中国社群的医院有30年以后 这年我们想要确保这些活动 但同时我们知道 有很多新移民 从中国外面来 我们正在试图他们 提供一些认识 在社群的医院里做什么 活动现场 华语母亲李红也讲述了 自己11岁女儿小姨的故事 她代表每年在北市儿童医院 接受治疗的万名病童 对医护人员 工作人员 以及社区爱心人士表示感谢 作为妈妈来说 都希望自己生出来的孩子 都是一个很健康的孩子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是那么无意的 但是我觉得很信任 就是有儿童医院的一直照顾她 所以我感到特别的高兴 2019年正是爱心大行动的31周年 在过往的30载 本省的华裔家庭个人 华裔社群 以及凤凰卫视加拿大节目中心等 多方来自各行各业领域的机构组织 都不遗余力地 为北市儿童医院基金会 做出筹款贡献 距今共济筹得超过 1700万家园善款 致力于为孩子打造健康未来 这令整个社区引以为傲 凤凰卫视 李源泊 伊鸣江 文革华报导 休息一下 回来再告诉您 先来看今天华尔街方面的消息 我们来看今天华尔街股市走势情况 美股在周三收跌 美领储在今天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下调超额存款准备金率 同时鲍威尔在讲话中暗示 不会降息也令市场感到意外 另外鲍威尔发表讲话之后 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攀升 207国债收益率从2.2%上升至2.27% 而在大盘方面 道指今天收跌超162点 其中耐克加德宝领跌 分别下挫2.4%和2.2% 另外今天能源股市普遍的表现不佳 埃克森美股 能源企业雪佛龙 以及微软都是领跌道指 同时今天苹果是一度盘中涨超6% 未盘涨势有所收窄 最终收高4.9% 在5盘以前是提振了整体的市场情绪 标普白指出今天收跌0.75% 其中能板块领跌下挫2.17% 原测量板块也是下跌约1.8%左右 另外昨天表现不错的 公共事业板块今天也是一度领跌 以及消费品行业板块 今天都是普遍的表现不佳 科技板块从早盘开始一度领涨大盘 一直到5盘过后转跌 最终也是小幅收跌 托雷纳指今天是收跌约0.57% 而原测气候价格收跌0.5% 环境气候价格收跌0.1% 美元指数在5盘过后转涨 另外经济数据方面 值得关注的是 本周美国将发布4月份最新的 非农就业数据 同时企业财报 仍然是本周市场关注的焦点 一共会有164家的 标普白成分公司发布财报 那么其中也会有5家的 道指成分公司 值得市场关注 以上就是星期三 美国股市情况 富豪卫视陈青伟 纽约报道 再来看世界其他地区的 全球财经之处 位于南加州安南汉的露天休闲广场 STC Garden Walk 将于今年夏天正式开业 即将在今年夏天正式开业的 STC Garden Walk 露天休闲广场 批邻南加州安南汉迪士尼乐园 是集购物 餐饮 娱乐 服务于一体的休闲设施 在项目为当地和整个南加州 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 促进经济效益 获得当地名选官员的一致赞赏 国会参议员张玲玲代表 向STC顺天联合基金会CEO John徐颁发贺壮 STC也在活动当日公布 商场今后将举办的文化庆典 包括万圣节变装赛 农夫市场 国粹麻将大赛 樱花节 跨年晚会等 这个地方有很多来自各个国家的游客 再加上说这边有很大型的convention 经常会有非常主流的人在这个地方 那借由这个机会 让他们更了解华人的背景 华人的文化 所以我们打造的这些 这个未来的一些活动的话呢 好比说我们的这个 可以把这个风筝节啊 把我们这个中秋节啊 并不是说过去很传统的一些过年 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的节庆 那这些由来的话呢 可以在这个地方打造出来 但是其实我们做的 也并不是说只有华人的文化 我们现在也打算想要做 像这个印度的文化 我们想要做一些中东的文化 因为它的这个地方的话 是很多元化的一个地方 就像迪萨勒园一样 它是所谓的 是一个世界上很快乐的地方 那怎么样可以快乐呢 就是我们把人带在一起 那中间没有任何的隔阂 John Hsu认为 随着网络购物 对实体销售的影响 休闲广场应当适当转型 至服务行业 为消费者创造面对面社交的机会 从而取得竞争力 STC Garden Work 除了有实体店和餐厅的进驻 还有美甲沙龙 复古游戏机厅 手座体验区 酒吧 Life House 电影院等 另外还会不定期举办社区文化活动 从而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感受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 凤凰卫视 前立涛 实习记者江月眼 洛杉矶报道 运泽旅士集团近日在洛杉矶召开新闻发布会 推广旗下减肥新产品 运泽旅士集团是一家及中西医结合 将中医文化及西医理念用于瘦身 千体 美疗 养生等项目的大健康产业公司 在成立14年来 已经发展为一家拥有线下超过3800家加盟店的减肥行业领军品牌之一 并于2018年初将总部前往美国洛杉矶 我们在中国是做瘦身媒体的 在线下有3800多家加盟店 线上有一万多家的经销商团队 想把更好的这些产品带到洛杉矶 给更多希望这种健康美丽的人带来更多的帮助 新闻发布会当天 运泽旅士集团也给来宾展示了其减肥产品平衡套 据介绍 该产品通过皮肤渗透 溶解体内细胞壁上的脂质类物质 促进肠入洞和新陈代谢 调节人体内分泌 从而达到保健 清体 预防疾病的目的 我们今天看到有这样的新的事业 要在我们的郡里面发展 我们就表示最忠心的一个祝福 今年又是株连 所以希望你们的新事业 在美国能够一切发展的顺顺利利 然后生意兴隆 最重要的就是能够为我们郡 为我们的华人能够多服务 作为曾经在国内减肥业界连续多年 获得减肥行业标志品牌荣誉称号 并成为了减肥行业的领军者 和国家体重控制标准的制定者之一的 运泽旅士集团 此次登陆美国洛杉矶地区 为南加州民众提供了新的保健 与减肥产品选择 凤凰卫视十一记者林汉琴 洛杉矶报道 来看全球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就是这些新闻 相信请登陆iPhone、US.com 以及我们的微信平台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凤凰美洲新闻友 选择Stay Farm 让您稳健一生 劳力士华人独家代理 李新华翡翠金城 中国东方航空 全新启航 静候您到来 分享让飞行更愉悦 长荣航空 华明胜律师事务所 联合赞助播出